Basically 哈囉,大家好,我是子姏 剛剛我們從站著動作變成坐下來的動作 就知道我們現在要吃東西拉 大家現在不介意我邊吃邊講吧 喔,下午吃到一半了 那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記錄 那這一記錄呢 其實我也籌備已久了拉 那大概也是100天 所以我就是叫他白日計畫 那最近在頻道跟IG的留言 還有臉書的留言我都有注意到 只是很多觀眾都說 欸! 只能是變胖了 欸!只能是變肥了 好!那關於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真的都有注意到啦 那其實我也不難過好不好 因為這些都是在計畫之內的事情 當初有小毛的 百日健身計畫 那今天有我指橫的 百日增肥計畫 只要有心 你們一定辦得到 那這個百日增肥計畫呢 其實差不多也100天啦 我其實沒有實際計算 我大概是1月中 那時候在第一家跟他們阿柱吧 有一次那個手的肌腱有點錯位 就是移動就會很痛 然後後來去給人家喬一下 然後我想說 啊!那不如這樣好了 我看到傑森 小毛 一個很努力瘦身 有一個非常努力的健身 而且我很明顯的有看到他們效果 那我就來一個 百日增肥計畫 那這個百日增肥計畫呢 其實也不是說很專業 你說頹廢嗎 其實也蠻頹廢的 那主要這趟心路歷程 我覺得還蠻 前面還蠻痛苦啦 大概 前面一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非常痛苦 那其實我本來就很愛吃 有看我IG 還有以前頻道的影片 幾乎都介紹吃的 就知道 我其實真的很愛吃東西 因為體質的關係呢 所以我算是 不容易變胖 就是我 我是肚子變大 可是我四肢呢 還有其他地方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那大家現在看不出來 我現在大概是 80公斤 那據我所知 傑森現在是 81、82公斤 傑森 很努力 他從100多降到現在80幾 我呢 從70 那現在我又到80 然後完全沒有運動 對 講到沒有運動這點 就是我前面提到 我前30天很痛苦 因為那時候手受傷 那對於一個有在 保持運動習慣的人來講呢 不能動 你就會覺得 啊 渾身不自在 就是 你會很癢 就是 很像有種 幻影的感覺 就是你會一直想動 一直想動 然後我那時候 又在說服我自己 不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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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變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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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實話 這趟歷程呢 原本是想要保持到 可能5、6月 提前出關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5月初 我的 超麻吉的好朋友 要結婚了 那我想說 我要去他婚禮 那我的西裝 其實那時候穿起來是剛好 那現在穿起來 有點肚子大 肚子有點大 那我覺得 不太合適 所以我決定 又要在這短短的 一個月左右 想辦法讓我的肚子瘦下來 所以我到時候 可能又會再拍一部 欸 30天的受生計畫 那也要 看看我 有沒有這個 耐性 反正到時候 影片沒出來 就是沒有拍啦 就是沒有成功 那影片有出來的話呢 請大家多多關照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這個年紀 我現在25嘛 那我覺得我增肥的過程呢 其實非常容易 那其實現在看 大家會覺得 我是不是 我真的有變很胖嗎 其實有 那是因為你們覺得 我沒有胖 那麼多 是因為我的胸肌 比 其他人都還大一點 因為我之前很專注的練胸 所以我的胸 跟別人比起來算是蠻大 那胸大 肚子一樣大的話 大家會先注意到 欸 我的胸 好像大過於肚子 所以肚子看起來不是很明顯 那油奶便是狀 大家知道這個道理啦 嘖 有滿多觀眾私訊我說 欸 只是你的飲食控制 到底是什麼做的 然後我其實都沒什麼回答 因為我就是 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我 就沒有克制 可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有一陣子 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陣子90級公斤 那之後是真的肥 沒有肌肉的 然後我當時飲食控制 也沒特別控制 我就早餐 午餐 晚餐 就吃學校的 而且我吃東西還滿多的 就是宵夜不吃 就是有點10點後不吃東西 每天都在跑步 再怎麼累 就算感冒發燒 颱風天都跑步 那 最少都有跑2000 就是身體很不舒服的時候 還是有跑2000 讓自己勉強動 然後回家 練那個 蹭在地上的核心 加上失戀的助威 我發現失戀真的是 會讓自己受身受很快 三個月內 大概瘦到剩下63 那時候我的臉書 還有體重計的數字 然後在這段期間呢 其實我 吃東西還是照之前的方式吃 只是宵夜也是一直在吃啦 我最近宵夜很喜歡吃臭豆腐啊 其實有看IG就知道 我會很常發食物上去 然後就有人說 欸子昂你怎麼一直吃啊 一直吃怎麼 不跟傑森一起運動了 現在怎麼變傑森在運動 我真的很佩服傑森 因為我之前在怎麼練 我都沒有像他一天可以練那麼久 他可以白天去練一次 晚上去練一次 一週大概練個五天 我以前最精華一週也才練四天 而且我已經練 那一兩個小時 就結束了 他可以練到早上去一次 晚上去一次 我真的覺得 大家應該要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只要努力都是會有收穫的 你看胖子也可以變成瘦子 而且前陣子吃拉麵的時候 我有摸過他的胸肌 還有他一些該練的地方的肌 他講好像怪怪的 總而言之 他的那些肌肉 其實是真的非常的發達 那小毛呢 大家其實也看他影片 非常有體現 他的手臂非常的粗 你現在應該是比我粗啦 我這個手其實 我本身的手臂 其實不算是粗的 我算是核心部分會比較 粗壯一點 我的手臂要增加訓練 我才有辦法跟他們一樣 就是成果會那種明顯 那就可以跟大家談一下 以前到現在的心路歷程 那我人生身材最好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是我在上一份工作 在做兒童攝影的時候 那時候當個小助理 每天跑上跑下 因為我那個攝影棚 從二樓到五樓 那常常有東西要拿 就是拿個玩具啊 拿個什麼東西要跑上跑下 然後跑完之後 要逗小孩什麼 就搞得整天很累 就是那個 有點像在做有氧的感覺 而且那個是不停的 從早上八九點 然後到可能晚上 六七點 那甚至到假日 是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左右 這種場合 就是一直在膚線循環 那時候的體脂肪非常低 那時候有掉到十一趴 然後下班後又跑去重訓 那時候就是一週重訓四天 因為下半週都會經過健身房 那時候的身材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非常滿意 那算是我人生巔峰 那下一個階段呢 就是我剛離開工作 然後開始專注在做頻道 那個時候的身材 保持的其實還OK 那體脂肪後來就是稍微高一點 因為開始沒有在做那些 跟有氧有關的運動 因為之前畢竟跑樓梯跑上跑下 那個大家有在 這樣走過的應該都能明白 那加上沒有在外面的體脂工作之後 其實睡眠時間也是不是很一定 就是原本可能大概就是 十二點到一點時間就會睡覺 然後早睡早起的概念 那後來作息不正常 吃喝時間也不正常 然後導致體脂肪有點上升 不過那時候因為重訓量大 那時候我還有在 提升自己的力量 所以那時候的 肌肉量反而更大 就大家看到這個樣子 就是我的背跟胸 就是除了我腳以外 其他地方都成長著壯 那講到腳呢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後來沒有練腿的原因 是因為我 剛剛前面提到 我才工作的時候跑上跑下 那時候我的兩隻腳的膝蓋 真的非常痛 我那時候只要練腿 我的腿就會痛到不行 那後來腿好之後沒有練 純粹是因為我懶 我就爛 那那陣子傑森跟小毛 也是有在詢問健身的東西 所以那陣子也有在 帶他們去 我去的健身房運動 那這個以前你們 應該都有看過 那瘦虎肥龍嘛 那個紀錄 那你們在那時候就可以看到 哇!一個超真的超胖 然後一個真的超瘦 那到現在這樣子 其實還蠻替他們開心的啦 那到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我從泰國回來之後 那那個時候其實有點懶惰 那加上因為家裡的事情 就是我蠻常提到就是 我阿嬤的失智症 然後開始發作之後呢 那時候也是不是很好睡 然後就是坐騎有點被打亂了 那一天睡眠時間也蠻少 加上晚上要可能怕阿嬤會跑出門 因為他有失智症 可是現在上鎖之後其實不用怕 只是他會來打擾我睡覺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我基本上都是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 早上八點睡到差不多下午一點 不到 然後可能有時候十一十二點就起來了 所以那時候 肌肉量掉特別快 因為其實有在練的人都知道 其實睡眠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他是在修復你當天訓練的肌肉 就是修復 把它填補填補填補 然後就是那個修復時間 工時越長你修復的越好 那我那樣只有睡三四個小時 其實我那時候效果真的非常不好 而且我沒有在喝高蛋白的 直到前陣子才開始喝高蛋白 那也就表示 我其實攝取的東西也不是很足 因為那時候的作息完全被打亂 我大概有吃午餐 一餐然後可能就趁到宵夜 那吃的東西又不是很健康 就真的是 蠻糟糕的一些垃圾食物 那直到前陣子 我看到那個高蛋白有在打折 結果買完我喝沒幾次之後 我就開始這個計畫了 那現在就是要講到現階段 那這個階段一開始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 犯影頭有去用跑步 來抒發一下想運動的壓力 那會促使我想跑步的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當時傑森有拍一個 體適能測驗 我那時候居然1600退步到 跑完會成船 所以我那陣子就開始稍微跑步一下 然後跑一跑之後 我就想說啊不行不行不行 那我就是要把這些得來不易的脂肪呢 就繼續存在我體內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就算你前面有龐大的訓練量 你有你的肌肉量可以支撐你的消耗 那其實這樣做其實還是很不健康的 那萬不得已真的 不要這樣對自己 除非你像我一樣瘋了 可是對你們來講 我可能這就是一個半吊子的真肥而已 因為沒有到虎飛 有那個說服力 攝影師其實非常滿意現階段 他很不希望我再變回以前那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就知道重開機 以前沒有練腿也沒有特別練手 那接下來就是基本上全部都要練 然後讓自己回復到之前的 也不能說到最佳狀態啦 因為我相信我一定會懶得做有氧 那所以我就希望我的肌肉量可以再 回復到之前的狀態 像我胸圍從105掉到現在大概 應該只有99、98左右而已 我其實還滿難過的 因為很多衣服穿起來都不停了 對不停了 等到時候練完之後再穿這件衣服 你會看到哇幹這個怎麼又變形了 那今天這一部幹話呢 就到此為止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幫我按喜歡、分享以及訂閱 接下來我要開始 拼猛拼追上我們的傑森跟小貓 然後我真的要再次強調 傑森真的特別很強 他那個堅持的程度真的是 我沒有辦法比你的 真的沒有辦法比你的 那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就可以 IL 我們可以自行的 門告 到後面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 那個什麼個個了 我們可以看